帅先亮相的是颁奖典礼上的四位主持人 蓝宇和吴刚负责大气稳重 佟丽娅和邓超负责美丽时尚 佟丽娅一如往常优雅有范儿 白色镂空吊带裙也被她穿出独特气质 邓超的条纹西装配白裤倒是很有腔调的感觉 中分贴头皮的直发 在佟丽娅这里还更大气端庄了 那年春晚上的央视范儿的妆容又出现了 这种风格真的适合她 关小彤这身粉色拖地长裙很青春洋溢 妆容饱满但不至于过头 脸上肉嘟嘟的很圆润 但整个人看起来不是发福了 是欲发地友又齿感了 但服装上又小鹿性感 腿好长啊 关小彤的身高和气质太有优势了 显得旁边的李志廷弱了一些 单看他自己还是蛮有贵族公子哥的感觉 但和关小彤站在一起就有点像小弟了 容祖儿穿了一条抹胸多层纱裙 但配色真的太迷了 好俗气好土味的感觉 还好有旁边的常识累称她 不然换个明星和容祖儿同框 她绘书很惨 谭卓这次美到了 身V配脱地羽毛 性感加倍 很有黑天鹅的感觉 她本身气质就独特 配上这套黑礼服 就真的很吸人眼球了 旁边的杜江是怎么回事 是发服明显还是在拍什么戏留了奇怪的发型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不着调的艺术家 杜江和谭卓站在一起 杜江都有点像谭卓的管家了 郭小冬 陈丽莎夫妇牵手上台 郭小冬这套西装看起来有些大了 袖子都不合身 陈丽莎的迪士尼公主造型还蛮不错 但拍照时闭眼了有些好笑呢 徐娇和余浩明登台 两个人穿得都不错 气质也算独特 就是许久不见红毯上的徐娇了 成熟的妆容下倒是有些认不出了 刘小庆选择了水木画风格的礼服 看起来精致优雅有气质 刘小庆服肿的脸还是多年如一日 不过气色还是一直很好的 红毯上另类角度的李文 真的有点奇奇怪怪 这是穿了个啥 看了精修图才知道 李文不仅穿得很独特 发型也超敢乱来的 竟然有些喜感了 邓家家的红毯造型好隆重 之前的精修美照如同现代女王一般耀眼 现场照片也不差的 看起来是低调了一些 但依然是优雅中带了一丝野心的 张小飞越来越会穿了 白衬衣配蓬蓬裙 腰间的黑腰带很点睛 整个人看起来随性又不是优雅 有种柔中带刚的感觉 看完状态越来越好的张小飞 再看贾玲 就又被惊了 贾玲你怎么又胖了 胖归胖 但穿也是真的不会穿 发型上就选错了 看起来老气太多了 裙子上的刺绣花也略吐气 虽说贾玲早就胖出了多层下巴 但是多层坠肉的脖子仿佛是胖成了某轮胎的形象 贾玲你还是别贪吃了 好好照顾一下身体啊 很潮的黄色发型 再配上一身标志西装 爱斗气质的黄明浩献如今也像极了贵族公子 果然还是要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啊 这次穿的对 下次继续努力 周深的斑马纹西装外套和他的气质莫名大 打眼一看有点小学生气质 没想到周深本人更好玩 李帽举完工之后小跑还会着手 也有点太可爱了吧 朱一龙现在老干部气质明显 不仅长乡上越来越稳重了 就连服装审美也在朝着老气的方向发展 西装外套还有点时尚设计感 但里面配上咖啡色的衬衣和黑色的领带 一下子就老气了 李一峰的精修图氛围感真的太绝了 黑白配色显得人格外高级 但现场图就差了点意思了 李一峰状态倒还好 就是这西装仪式普通 二是看起来不合身 看起来松松垮垮 让李一峰看起来也没那么有精气神 真正的老干部张义 气质一如他的角色里一样独特 看起来还蛮有故事感的 朱雅文和吴京纷纷笑出了表情包 男人堆里的圆拳才最是亮眼 一套戴披风设计的黑色星空礼服 衬得他也格外耀眼 笑容真的是美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